就搞笑的角色 但是他一定也会有这种 其实我觉得像佛容姐姐 罗一峰这种人反而有他的价值 价值在哪里呢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看电影 看这个文学作品 女英雄的形象 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妈生出来的 就全都是一个模样 这女英雄从来都饥饿如仇 坚真不屈 连立架都没来过 然后 但是那时候全是那个一个模样 我觉得看久了腻了 我就说这种高大权的这种臭味 实际上需要 用另外一种臭味来解 他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我看这个微博 像个大戏台 真的是 我也不敢说这些个网友们 给他们制造点击率的这些人 是傻那个什么 那都是善良的人民群众 我不敢说那个 但是呢 的确 我能够感觉那可真是扮演 就是你扮演一个 你选择的 这里边你看微博里边 有演正人君子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多数的人的问题 为什么 你比如说别人我不了解 但是可能其中开微博 有一些是我了解的 有一些是我的熟人 那么你知道 我在看着他这个微博 他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的心里是多么的恶心 同时我会觉得 那些捧他的那些个粉丝 你们是多么的愚昧 就是说这种小人 就是说我们自个儿 朋友太了解这人了 他能在微博上扮演这么一形象 而且还很多人追捧他 跟你什么似的 你知道吗 你就格外能看出这两张皮 这是眼 在微博上有一句话叫 无图无真相 你说的是谁 发个图上来 真的是 其实你说他是不是女英雄的 是不是女英雄 扮演是不是女英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必须说 他们像这样子的 您把他归类叫无聊的 这一类人呢 他们绝对是微博上面的 一道风景线 我记得有一次 我拍完一个广告 那天真的很折腾 特别冷 特别累 我们后来一群工作人员 挤上一台车之后 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说 终于收工了 我终于可以上去看看凤姐了 对她来讲 那个是解压 那个是她解压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她还不敢粉 她还不敢粉她 她还不敢粉那个凤姐 她是每一次都得 单独的上去关注她 然后看看她今天又说了些什么 对 然后她就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也是个英雄 我觉得 就是说 就为什么呢 就是我也是 她这个凤姐 咱不说这个大灾大难的时候 就平常她这个言论 我确实就哈哈大笑 对 我觉得她就是那 比如她说 希望这个什么赖长星 能说一句 我爱罗鱼凤 是挺可乐 这个还不是最可乐 最可乐的是 陈冠希的宴正门事件之后 他就说我想跟陈冠希 大意 我想跟陈冠希来一腿 然后后来 就人PS的两张结婚照 就是一个陈冠希 戴个军帽 穿那种军服 那个罗鱼凤 戴个军帽 穿军服 两人结婚 下面三个大字 结婚着 看那张照片的 很少能忍住不乐的 对啊 对啊 其实你说我在台湾 我看到台湾艺人 这个综艺节 他都很有现身精神 那他你要说是扮丑作怪 那对对 台湾 台湾综艺节目 对 有有有有有 有个叫什么呢 数点忘组 也不叫是叫什么 陈 陈汉点 陈汉点 那就是那种 是个声嘶力竭呀 那你说那个怪不怪呢 他其实还蛮有一点点小才的 会模仿 会模仿 然后其实他的 他的冷笑话讲的还挺好的 这算有一点才艺 那么凤姐的这种东西能用 不能说是才艺 还是说 就是小丑 就是你比如小丑 他一定有市场的 你们有没有去过 下边就中国那种 下边的现一级的 相一级的那种 演出大舞台上去看 看过去 那些主持人呢 就是 就是完全是在出丑 出丑 但是呢 他表演的越低俗 下边掌声就越热烈 就是我觉得低俗跟物聊 都是一种需求 其实呢 刚才看完那个 佛容姐姐那个片段之后 我心里面其实有一点点 就有一点酸酸的感觉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他那个台词 我想要求生 我想要幸福 我想要快乐 其实不管你长得 什么样子的人 其实这个都是 我们最终极的目标 谁不要求生 谁不要幸福 谁不想快乐 他们只是用 他们自己的办法 在扮演好 一个这样的角色而已 猪头也有梦想 对 你比如说 我觉得我现在发现 有些这个社会 发展太快了 有些演出形式 咱就不太能理解了 你比方说 郭德纲 你给他加个画框 他在舞台上 他也是做小丑表演 我们能欣赏 我们也很可乐 还觉得很有才艺 那么但是他下来的生活中 他是一个较为正常的一个人 对吧 但是现在出现 但是现在出现这么一种演出形式 这家伙就是戏如人生 他直接 但是他的舞台是网络 是 他也有 但是呢 这个就为什么 你要是大家都明白 他在演的时候呢 本身又会减低 他演出的效果 是不是这意思 大概罗一凤呢 我想他对自己还是有定位 就是他应该是知道 人们需求哪一种无聊 就无聊那分等级的 现在是消费品 对 大概人们就是 现在市场上缺哪种无聊 我就制造那种无聊来贩卖 然后这个容易吗 你觉得 你比如说要这样能发财 发财那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那很多穷苦人民 是不是都可以这么做 这我觉得人家都能发财 就是罗一凤 是这一点的 你说他也没伤害任何人 他也不贩毒 他也不干什么 就是他这样发财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发财 比很多人发财要干净的多 对吧 那就会不会去一拥而上 引起发香过海 但是这种呢 往往只有一个 你比如说你首先 就在长得像凤姐 那么有个性才行 因为国美你说 你说天天夸自己漂亮 这个不成为笑话 没错 没错 而且我们讲 如果说你把这个 当成一种成功的话 成功的模式 这种成功是不能被复制的 就是芙蓉姐姐的 这个 她又不是团阵 二百多万人 而且她自己自 新浪认证是网络红人 北京芙蓉天下 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 她现在是CEO 她自己开的经纪公司 那你说这种成功能够被复制吗 我刚才不如还跟你讲 你在这张桌子上面 已经提了几个 在网络上试图炒作自己的人 刚才讲的那位甘露露小姐 对对对 我就一并的查了一下她们资料 她的粉丝少得可怜 那其实 为什么都脱成那样了 样貌最较好的 身材最好的 这个反而 这种呢 如果用这种手段来吵 反而不行 那必须是丑的 就是这个 看着不像个人的 怪的 用这种方式才能查 才能有效 我去可以 你去你没戏 你去呢 得想别的办法来吵 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现在想起 有些人对这个事 往往会有一种 觉得事风日下什么的 我就想起这个王猛 也做我们这节目 他就讲 他当文化部长这么多年 他就说 他说实际上 我们有一种 不太有必要的担心经常 是什么担心呢 就是说 我们老会有那么一种思维模式 就是说 要是大家都这样 他说实际上 这个问题 往往是个假问题 对 不会大家都这样 也不可能大家都这样 但是我们有些个 就比如说未到之事 他会觉得 如果这玩意可以当榜样 那家伙全国人民都学凤姐 那还了得 但实际上 这是永远不会 就是学雷锋的时候 都没有全国人民都学雷锋 就正面的榜样 都做不到这么大效果 你跟他摸着反面的榜样了 将将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那我倒要问问 你天天泡在上面 是为了什么 或者说 你有个幻想当中 自己要扮演的微博角色 演绎什么人吗 其实我刚才这么说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 就是想到我自己 我现在有83万粉丝 没方解多是吗 这个差距很大 不多也不少的这么一个量 但是事实上就是 有这么多人在关注 我发现我自己的悄悄已经变化了 我刚刚上微博的时候 那时候在那一起开玩笑 有的说点粗鲁的话 说点脏话 骂两句他妈的都没问题 现在就不好意思骂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旦你比如说 现在再骂一句啥 大概这89万人呢 就不是全看 就至少有几百个人在骂我 就是你作为一个什么 什么时候有89万粉丝的人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他会对你提出要求来 他们这个要求呢 反过来会对我施加影响 然后我其实 你比如说 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词是存在的 就是我大概是呢 我现在 我既以我的89万粉丝为荣 但是我也同时 我也被他们绑架了 是是是 我一开始刚到微博上 我还组建了一个秋裤的 不是有个时尚达人 叫说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时尚人士 你穿秋裤 就是就不可饶恕的 是是 咱朋友 咱们要出马了 但是呢 我当然我不是时尚人士了 我热爱秋裤 所以我组建了一个秋裤党 我可以当你的党员吗 在全国各地 这个分这个设施里党职部 比如我当这个 这部书记有什么好处 我说这个好处大大的有 什么这个出入警卫 整个小汽车 小阳楼 36地的女秘书 那个时候还可以搞笑 没法现在呢 就是就是我被逼着成了一个盗梦安人的人 就成了就是你被你自己制造的角色呀 反着一个监狱给困住 你像这我想起像那个 这个这真的是改变人的一些生活心态 那个任志强啊 进这个棚的时候啊 他拿这个ipad就在这 然后我说广告之后见 他广告他也发 我说现在录节目呢 咱能不能停几分钟啊 他说那不行啊 我说为什么不行啊 他说那他们就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说他们为什么非要在这几分钟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看他形成了一个 这个感觉就是我不能控窗 对 不能 那个真正的微博控 说到微博控 想拿另外一个钱 听说个脑控这个钱 脑控是什么意思 这两天呢在微博上吵得特别热的一个词 就是你这个脑袋通过某种仪器可以控制你的大脑 几乎是科幻角说了 然后在百度有个脑控吧 那边想讲个怎么样控制一个人的脑袋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微博就有这个脑控的那个动员 就是真正的脑控 就真正的可以 你要听我的指令的 感谢观看